男人看着眼前身材火辣的美女 心脏直跳不断加速 是心动了 糟糕眼神都不要 紧接着不要钱的番茄池就喷了他一声 这起心脏爆破案很快就被温家兄弟得知 我们的戴蒙天使卡西迪奥也跟着两人过来了 卡西迪奥提出要做副驾驶的位置 却被山姆无情地拒绝 戴蒙表示自己只是个意外 三人来到解剖室 看着尸体一动不动 这年头还真是什么事都有发生 初步诊断 本次案件排除了凶手是恶魔和鬼魂的可能性 或许是死者的妻子用某种巫术杀了他 于是三人找到了死者的妻子 卡西迪奥一上来就质问他 为何要杀了帐篷 吓得小姐解气都没喘过来 就在这时 那位和死者优惠的小美女端着水果走了出来 两人一见面就是抱头痛哭 原来死者的妻子与小美女早就认识 并且已经达成协议 在维持现有婚姻的状态下 不干涉各自的感情生活 三人看得一脸猛圈 美国人都玩得这么开放的吗 与此同时 小镇又发生了一起离弃案件 小镇的银行被抢了 据目击者说 劫匪利用墙上的黑洞钻进了金库 保安上去阻止 然而诡异的是 天空突然掉下一个大铁块 将保安砸成了肉饼 就是地上这一坨 他们掰开铁块一看 肉泥下居然有个叉叉的符号 有点像老鼠抓猫里的剧情 此时的黑洞也没有了任何反应 三人毫无头绪 可诡异的案件仍在继续发生 男人站在天台痛哭流泪 最后一脚迈了出去 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整个人居然都悬在了半空 男人仰天长相 直径看向地面 然后以八百码的速度砸了下去 整个过程都有人目击 仿佛就像是动画片中的情节一样 据了解 自杀的这位是一个破产的企业家 因为无法偿还巨额欠款 所以才选择上天台自杀 三起案件中的死者都没有任何联系 案发现场也没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文家兄弟只能分头调查 山姆从警方的资料中调查到 最近接连发生了多起入室抢劫案 并且案发时 案发地的附近都出现过动画片中的情节 但这种情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只有五分钟到十分钟 开头的渣男以及自杀的企业家 恰巧受到影响死在了抢劫案的附近 保安则是被劫匪杀死 除了银行外 所有被抢的人都住在同一家养老院 案件也都发生在一家养老院的周围 或许这一系列诡异案件的答案就藏在养老院 三人立即前往调查 这里的小姐姐小哥哥们都有老年痴呆症 一番询问下来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养老院也时常会出现动画片中的情节 小姐姐还说 那只猫会说话 对老鼠很是痛恨 卡西迪奥也是个将脾气 连一旁的加飞猫都没放过 他还觉得劫匪是这只加飞猫 然而 他前脚刚走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加飞猫居然开口说话了 就在三人准备离开之时 珊姆注意到了墙上的照片 随即便明白了一切 这个老头可不是一般人 他年轻时是个非常厉害的通灵师 拥有强大的力量 能改写现实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无法再控制自己的念力 才会将看到的动画片情节变成了现实 只是他现在不理人 于是狄恩决定实验一番 事实证明是对的 就在三人思考要如何屏蔽他的念力时 组织医师突然出现 以打扰病人休息为由赶走了他们 就在几人计划今晚要将通灵师带走时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养老院内 小伙伴们正围着小姐姐为他庆祝生日 唯有这个老头心不在焉 只见他拇指轻轻一点 电视就自动换了一个频道 直到调到自己喜欢的动画片时 他才停下了手指 就在小姐姐吹蜡烛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蛋糕居然爆炸了 竟和动画片里的剧情一模一样 蛋糕画作碎片喷向了围观的群众 好在并没有人员伤亡 收到通知的温家兄弟回到了养老院 却发现通灵师突然消失了 小卡注意到 护士的手腕上带着银行被偷走的脏物 原来护士的男友就是银行的抢劫犯之一 他也在这家养老院工作 等三人来到护士家时 却发现他已经遭到了袭击 正捂着伤口奄奄一息 依靠着天使之力 小卡将他治愈 事情的真相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原来 护士的男友无意间发现了通灵师的能力 并将这件事告诉了主治医师 这么说来 那货居然是个惯犯 一开始只是偷走老人们的财物 之后尽利用通灵师抢劫他们家中的潜台 即便这样也不能满足他的贪欲 于是他盯上了镇上的银行 但这一系列的怪异案件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关注 他害怕温家兄弟最终查到自己 于是孤注一掷 带着通灵师抢劫最后一架银行 不管成功与否 他都会杀掉通灵师 而护士的男友并不同意这个计划 险些被主治医师灭口 得知这一切后 然而看到闯入他世界的人 瞬间变了样 原来通灵师害怕失去所有 于是主动将自己的精神封闭在了梦想的世界中 动画片则是他的依赖 能让他感到开心和安全 至于外面发生的一切 他根本就不想知道 这是他最后的愿望 珊瑚非常理解通灵师 但人总要面对现实 而不是一味地活在幻想中 与其整天做梦 不如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去造梦 与此同时 狄恩在墙上发现了一个黑洞 一伸手竟然可以穿过去 他顺着黑洞直接来到了惊苦 用枪指指主治医师 一段动画大冒险就此展开 原本射出的子弹却变成了一片残忌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医生不知从哪掏出了红太郎的平底 直接抡了上去 然后一锅盖盖了上去 狄恩帅气的脸庞就印在了平底锅上 这一切都是按照动画片的剧情在发展 智商在线的狄恩立马在院长脚下喷了一个记号 下一秒 大铁筷就打了下来 两人逃过一劫 医生拿起包就准备从墙上的黑洞跑出 却发现世界已经恢复了正常 原来 通灵师在珊姆用心灵鸡汤浇住了之后 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关闭了动画世界 医生拿起枪就准备干掉敌恩 雷承响通灵师赶了回来 直接操控医生对自己扣下了扳机 就这样 医生为他的贪婪复出了代价